这一次的展览 从展览的门厅一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片暗红色的展墙 上面用白色的线条描绘师大校门一进来 行政大楼这一栋被列为台北市定古迹的 红楼建筑立面图 展墙上面所展示的七件 画幅不算大的作品 虽然看似不起眼 却是蕴藏着一段美丽的故事 他们是师大美术系 早年留校作品中的一小部分 也是兴建这一栋美术馆的重要起因之一 在民国建国一百年的重要系列活动当中 当时我担任艺术学院院长 由于这一批留校作品 我联合几位系上大佬 共同参与促成这一栋师大美术馆的兴建 并向校友发起 百人捐百画建设新师大的劝募活动 台湾师大学美术学系 创立于1947年 1950年开始有第一届的毕业生 也就是这两千多件被封藏的艺术作品中 最早的一批创作者 当年每一位毕业生都必须有作品留在学校 作品留校被视为公费师范生的感念与荣誉 一直到1966年 因为收存空间的限制 改成只收存前三名毕业生的作品留校 1995年之后 存藏空间实在已经不堪负荷 维持了45年的师大美术系作品留校的美好专统 岁告宗旨 从此封存仓库 存放的空间因漏就减 整批作品并没能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受到保护 于是不断地在衰化 就在某次系上大佬与学校主管的参序中 当时美术系主任林潘耸教授 有意无意地透露出美术系藏着一批价值不菲的校团 虽然身所保管 但是没能好好的维护和利用 实在可惜 就在一阵错愕哗然之后 这一批保障也引起校方的关注 加上系上大佬的肯定 终以促成学校从2006年起开始逐年编列新台币四五百万元 来修复这批当年估计约十亿以上的产品 然而这批产品的重要意义 恐怕还更在于对台湾美术发展轨迹所留下的历史见证 这些人不少后来在议坛 曾经活跃一时 成为台湾重要艺术家 而这是他们在成长即将跃起的阶段性代表作品 愉悦龙们变身为龙的关键所在 应该是值得后世研究者加以观察的 这几年逐步修复的成果 终于展现于世人面前 作为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回馈台湾社会的县里 期待全部整理与修复完成之后 成为未来师大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展墙上的七件作品只是小小的缩影 就让我们一起来慢慢欣赏 这一批当年校园写生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